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一輛黑色轎車 直接在玻璃室大人面前 紅燈右轉 立刻遭明滴藍茶 雖然男子乖乖配合 但遠景聞到他身上 飄散一股濃厚的煙味 察覺不對勁 詢問他男子回應是香水 但當警方要求他拿出香水 比對的時候卻想要含糊帶過 馬上帶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男子不斷辯解 但人騙不過經驗豐富的遠景 往駕駛座看過去 發現有一根煙蒂 立刻現場檢驗 果然為二級毒品彩虹煙 想拿香水蒙騙過去 但在警方不斷詢問下 男子只能乖乖交出毒品 全案依法送辦